为了提供身障者有更多的学习机会 为这一趟马里乡的白永恩经纶友善工坊 特别邀请到了全国首位考取咖啡证照的失障者 传授手冲咖啡技术 让工坊学员学得一技之长 而他们的身体虽然有缺陷 但积极学习技能不向命运低头 咖啡师细心教导学员制作咖啡的步骤 这次白永恩神父基金会经纶友善工坊 特别邀请全国首位考取咖啡证照的失障老师 传授手中咖啡技巧 让同样也是身心障碍的学员习的一技之长 也增加自信心 学区上我觉得还好 就你很喜欢 喜欢就可以挑战自己的能耐在哪里 我觉得学咖啡是一个不错的那个 这种不错的学员 因为我本身也是身体障碍的朋友 那是视觉障碍的部分 能够让他们用这样子简单容易上手的这个模式 然后可以制作出一个 就是至少有个70分的这个咖啡 我觉得就是对他们来说 会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成就感 然后也真的可以就是成为他们就是第二项的一个技能 除了给我们之外 透过职邦科技视障咖啡师 更能感同身受身心障碍者的不容易 也能用最适合身心障碍者的教学方式传授咖啡技巧 并借此提升工访学员的能力 最近接触到一个市长咖啡师长的一个资源 那他因为他本身是这样子 他更能够对身心障碍什么一些需要 所以在他的这个 他跟一般咖啡师可能不一样 是他运动了很多的辅具 在他的这个充滑咖啡的过程 那我们看到他这样的过程 我们就觉得这个对我们身体障碍真的非常适合 尤其是即使是心智障碍的朋友 他也能够透过这些辅具 能够很完美的充足以泡咖啡 所以我们就有进这样一个 跟志邦科技合作 引进这样一个市长咖啡师 来协助我们的身心障碍者 学习冲咖啡的技巧 然后搭配我们现有的这些鸡蛋糕 或者是我们其他的一些手扣品的销售 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技能 去创造它们更多可以跟外界连结 而且是能够创造收入这样的一些能力 白文省富基金会为身心障碍者及其家庭 提供服务已逾10年 借由据点照顾身心障碍者之外 也希望提供他们自力更生的机会 而在金轮友善工方 不仅有手作相关课程 也协助学员贩售鸡蛋糕 未来将增加咖啡品项 展现他们的手艺 这张节太马了想不到